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人只关心派档是很合理的 因为财政预算案 有很多事情就算他做了 你都不立即感受得到 以香港现在的评论员 政党和学者的水平 尤其是经济学者的水平 他亦都没有水平去评论 究竟财政预算案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只看派钱是好事 香港其实有几件事很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基建 但香港人对基建议 完全失去信心 即是说所有基建都坏 事实上也是 我不是说错 我失去信心 比如说我都已经赞成基建派 很赞成基建 你都没什么可以说 你都真的做得很坏 第一个基建 第二就是刺激经济 其实在香港来说 其实都是支付 即是不停去 放些税给创科 放些税给什么 但最后支付了那些 是那个行业的人 不是支付了香港 很奇怪 因为其实 当你资源没有增加的时候 你不停去 只是加薪 即是加了教育 其实不是想着 如果老师加了薪 难道他会有心教育吗 即是你问心 你无端端加了薪 你会不会为公司更加好 你只要是永世都不会被人炒 麻烦用脑 即是医疗 你多建一些楼 所有东西都没有增加 你没有多建一些医院 你都没有增加多医生 那你多撥到医疗 就加了低薪 这个都勉强有意义 因为你再不加薪 我跳去私家医院 加了就多忍两个月 可能会有少少用 但私家医院都很逼 只要是公立业 即是你没有支援很多 即是公立业 即是轮到私家医院的人失乏 其实很简单 所以公立业 土地没有增加 公屋转私楼 私楼转公屋 私院转公屋 因为今天不够时间说 其实看完财值预算 我告诉你 今年一定要买楼 即是不要买纜米楼 而且不要有呼吸策 如果你不是呼吸策 即是今年一定要买 商业都要买 即是供应很少 然后现在这些土地正义联盟 本土研究社还说 要将私人土地 尽量建立公屋 我告诉你 楼价是只升不跌 这个是铁底 不过我们不拉太远 今天只是讲派档 好了,派档很简单 其实都是上年一样 就是有200元退稅 有6,000元退稅 有长生津、生果金、中环 就有多一个月 全部都是缩皮了 还有一个凡空消失 就是派档4,000元 我先讲这个退稅 我告诉你 今年我身边所有中产都是罵的 去年有3万 今年为何只有2万 所以我去年已经预言了 为什么政府这么笨 无端端不够钱派档 不如退购3万 当然退购3万 但香港人就是这么贱格 你退购3万 他不会多谢你 3万担到2万 就要骂你 我想你可能上年退购3万 你今年不退购3万 你今年一不退购3万 那些中产就会觉得很不满 因为觉得缩了 所以就骂你的政府 你认为多笨 这个沉默 另外猜想就由1万退6,000 这个就反而不太清楚 因为有很多楼 其实可能都是交2,000元猜想左右 其实那个差异就不太大 起码我呢 我差异不太大 所以都没什么罵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凭空没有了4,000元的精准派档 现在其实我是说 你所有政客今年都懂得开竅 当然立场不同 第一个立场 那那些人为什么没有钱呢 为什么你们不去关注这些人 政府的解释就是 其实我觉得合理 例如去年我们派钱 你在那里吵烟巴闭 那今年就不派 那今年就不派了 我今天有资厂 就是做完调常 朱海迪 是的 郭榮鏗 早一年 不是早几天 都还说不应该去精准派钱 去派给一些不是最有需要的人 但是呢 这个退稅呢 由3万减到2万 楊岳琦要求陈茂波解释 为什么会减了1万呢 你要向市民交代 为什么退稅会由3万元退到2万 这些就是公民党的逻辑 那我都是信你而行 那我就取消了那4千元 那样 为什么我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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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民党很代表香港人的那种杂性 所以你不能否认 为什么他是全香港最受欢迎的政党之一 那3万元 他不会想到有很多人是没得退稅 有很多人是住劏房 又没有中门 甚至很惨 然后他会关心那样东西 为什么3万元就只剩2万元 其实呢 在这里呢 我真的要说 我们很多AM730的读者 都是问这个问题 喂大哥啊 你们经常说派钱派钱 我们已经很辛苦 交1万多元稅了 我没有吵过退稅 退少了 我已经没有吵了 退少了1万 你这些人还在说 那些人应该要派多些 喂 其实我们交多数稅 退回给我们有什么问题 就是 还有很多中产是支持这种说法的 当然 虽然这个节目是三个中产党 有很多人在留言 骂我 你凭什么自己增产 你连5千万身家都没有 真的很惨 原来5千万身家才叫中产 当然我没有 我有几次也不告诉你 但重点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真的想说 喂 现在香港评论公共理财的概念 没有人会指出这些问题 这些真的要批评 但没有人去说 当然背后有很多的既得利益 首先第一件事 现在香港政府 是不是收多了香港市民的税率 我说不是 因为问题是 现在全香港的税率 是全世界最低的 我们的最高税率可以到多少 17% 标准税率是15% 新加坡现在的最高税率 大家知道多少 刚刚加了22% 我想全世界除了某一些石油国家 或者一些有很大政府津贴的地方 是没有一个地方 好像香港交这么少税 香港最大的税率就是地产税 是啊 而问题是 有很多人是一元税都没有交 但他们是交税 因为有2千亿的买地收 是透过什么而来的 就是透过我们现在挨贵租 买贵楼而来 这些人是有为社会共产 不要常常用这个概念 你交税一元都没有交过 你不要说自己对社会有贡献 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大陆人 就是觉得 你在香港人 加了几万元税收皮 你对什么香港有贡献 我现在是几亿几亿 来香港 炒好 买了豪渣 我们才是香港最有贡献的人 这些如此愚昌的中产 我真是修于于你们为伍 麻烦是用脑想想 如果你要交多少税 赚多少钱 作为对香港有贡献 我告诉你明天开始 这些中产都是移回大湾区 因为你要移回大湾区 让真正对香港有贡献 那些曼晚舟的来定居 其实很久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应该从交税去决定 这个就是古罗马时期 究竟你有没有投票权 就是由你交多少税去决定 后期也是 所以会有很多革命发生 所以中产就是在内乱的时候被人吊死 被人抢戏 被人强奸 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跟香港现在的情况一样 但还未发生革命 但另一件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人搞错了一个概念 都觉得这些叫一次性输困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很客气的环境 就是贫富懸殊 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件事 香港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贫富懸殊 而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 就是有福利和没有福利的人 那条计划之后可以相差很远 很简单 一个有公屋的人 以及一个刚刚没有资格申请公屋的人 你告诉我 有公屋的人 其实实质上 他的生活水準 是不是就是高过刚刚申请不到公屋的人 我想这间公屋等于是万几元收入 对,是万几元收入 原来我的收入高了少少 就是跟低少少的人 就是相差了万几元的收入 我都要承认一件事 就是现在香港有一个困局 就是有些很多人很惨 而现在的社会福利的安全网 是帮助不了他们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就是陈茂波要搞什么理财新哲学 这个就是理财新哲学 你是应该将这些一次性的纾困措施 是将它变成行上性的 行上性的就是 就是每年故意收多一笔钱 就是收税收多一笔钱 然后用派档派回去 当然 既然收税收多些 就不要退税退差项 最简单就是全民派钱 你说全民派钱 李嘉诚都有 这个问题我已经答了一百万次 李嘉诚都会拿过四千元 如果他那些物业不是由他那些 他亲自保持住 如果他整副身家 捐给李嘉诚慈善基金 理论上他会拿过四千元 很多有钱人都有去排水果监 取消了水果监 然后还有很简单 你这些中契家拿几万元退税 跟人家拿几千元 你是不是还拿得多个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 那些人是 连最有钱的人都有6千元 而且很简单 因为如果他拯救这件事 现在香港就是 有一群人可以退税退漏监 差项有六千元 有一群人就中援出商量 或者长生中生国公出商量 那我就将这两边的东西全部减六千 退税退少六千 差项退少六千 然后商量就是全部禁止了 然后人人派六千 那所有东西都没有变得 但起码一些没有受政府资助的人 可以拿到这六千元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 现在我们当面对一个贫富懸殊的社会 而这个社会 你是没有办法去透过现有的社福制度去解决 你就是将这个派堂每年都行常化去做 我就是每年派六千元 我就是每年政府有一筆开支 其实都预得到的 七百万人口 那时候我记得预有六百多万人 因为有些人是拿不到的 有些人未够年龄 也可以画一条线 新移民是没得拿 可以转门七年才可以拿 加上六百万也可以拿 那六三十六便是三百六十亿 那你预算多一点 那你就预算四百亿 其实已经是解决了很多所谓 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社会的贫富懸殊问题 我有六千元 起码我都顺利一些 但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由时事评论员 去到这个立法会议员 去到经济学者 是没有一个提出这个问题 他们是将那个贫富懸殊问题 完全禁止了 就经常都讲什么长远规划 然后那些钱要将那些钱 比起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最有需要的人 是一元都没有 如果你问我社会公义来说 最有钱的人 就有很多钱不需要政府帮 最穷的人 他们每个月都受政府资助 在这个财政预算案 这个月 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个机会 从来都没有享受过 政府任何恩惠的人 可以有一笔钱去拿 让他调气顺一点 你调气不要不顺 那不是啊 我很简单 我是记得利益者 我是拿尽了你那些退税 退差项的 那你问我 如果用我的角度出发 最好你明年 我就学那些公民党 陈茂波你快点解释 为什么今年只有2万 应该要退3万 应该退4万 反正你政府这么多库房 你应该退10万 应该免税 香港不要再交税了 我们香港 我这些专业人士 为香港贡献这么多 为什么要交税 你就傻了 你是要征税 都向那些没有贡献的 淡仔、爵素地、叔罗 那些人才是最低增值的人 留在香港 已益了他们 应该是向他们抽税 然后将那些税 转移给我们 这些就是公义的社会 Hemmy就是这样 那些制作者 就是说随时可以完 但因为食油业人士 就是太激动了 我一句都没有说过 已经搞定了 整个社会之后 所以一定要说回你的收尾 明白吗 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 我可以这么说 你说的全民 无论全民派钱 虽然我们责识 当然是绝对责识全民派钱 都是解决不了贫富的问题 至少调气更顺 但是调气更顺 这是解决到社会不满的问题 不是 今社会永远有得不满 解决才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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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贫富元殊很难解决 就是贫富元殊 就是一个方法解决 当年就是共产党进来 大家一起这么窮 可以大家一起解决 第二 其实很简单 把你经常说的那些东西 用很简单的方法去做 就是 其实用派钱 所有派钱方式 所有减除贫富元殊的方式 少少减除 都是会导致一个 成本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最低就是派钱 你不要说李嘉诚就得到 你说那些废话 无论如何 你想不出一个方法 浪费是少得比全民派钱 因为他的交易成本最低 我连这些东西都想起了 你退税、利得税 你全部减六千 每人减六千 最有钱的人都收少了六千 然后就全民派钱 他也是没有好处的 连这些东西我帮大家想起了 白痴 还有什么補充 補充 其实已经是那些成本最低 但是 他们精进派钱 全民派钱 有一个分别 至少他们有一个点 某程度上是正确的 虽然你有100万个好处 其实你精进派钱 是完全是派钱少一点 可能我派100亿 我告诉你 我可以绝对反对 去年派钱 派了580多亿 未计这个关内基金 你知不知道580多亿 全民派钱是多少 全民派8千元 是可以派得少 过去年派糖 不过 退税就没有3万 你就只有8千 那这些中产肯不肯? 肯定不肯 我当然想最好中援 都取消它 再退2万 这才是重点 从来不会说 全民派钱 就会派得少了 因为现在的派糖 已经派得多 过每人8千元 所以麻烦全部收备 下次再说其他话题